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馆长聊影,我是张馆长 随着每句西部世界第二季的落幕 对于人工智能和自由意志的讨论越来越广泛 今天我们追本溯源,来回顾一下1973年西部世界的原版电影 同时我还会对比一下西部世界剧集向老版电影致敬的彩蛋 老版电影西部世界它的导演和编剧是迈克尔·克莱顿 是美国最富盛名的科幻小说作家之一 他作为同名原著小说的作者,担任了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编剧 1973年的电影《西部世界》开创了《游园噩梦》这种故事类型 成为了后来诸多电影效仿的典范 故事发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 Dellos公司开发了一座由高度仿真的机器人组成的虚拟乐园 共有三个不同的主题 西部世界、中世纪世界和罗马世界 西部世界模拟的是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西部 中世纪世界模仿的是中世纪的欧洲 罗马世界模仿的是90肉林的古罗马城市庞贝 乐园的居民都是高度仿真人类的机器人 而唯一与人类不同的是 机器人的手掌和真人相差很大 这一点我们在西部世界第一季手机中 福特博士曾经提到过 两名游客搭乘飞行器电船来到了公园 其中的马丁是第一次来游玩 而他一旁的同伴布莱恩则已经来过多次 这里的两个人很自然让人想起聚集中的罗根和威廉 与他们一起同行的还有一对老夫妇和银行家 游客们换上每个主题公园适合的服装 而在另一边的控制室中 工作人员紧张的监控着公园发生的一切 马丁和布莱恩来到旅馆住宿 在和旅馆老板交谈中 马丁注意到对方的手和真实人类的差别 同时有些抱怨这里的床铺不太舒服 每天一千美元的价格有些昂贵了 而银行家独自在房间里 笨拙的对着镜子练习开枪 马丁和布莱恩随后走进酒馆消遣 他们遇到了一名黑衣枪手 一个专门设计用来引发手枪决斗的机器人 马丁在布莱恩的怂恿下 打死了黑衣枪手 后者的设定就是挑起和游客的枪战 并在手枪护射中被打死 经过工作人员修复后 第二天重新上线 在聚集中 游客和接待员使用的武器子弹是特制的 打在游客身上不会引发致命伤 在电影中的设定是 手枪中藏有温度感应装置 可以防止游客之间开枪误伤 以及击中其他高温的物体 但是机器人温度较低 可以被游客开枪打死 晚餐的时候 银行家告诉他们两人 镇上有一家成人酒吧 这家酒吧的主人老宝凯利 似乎对应了剧集的角色妹子 不过在电影里 凯利并没有特别突出的戏份 而只是给游客们推销皮肉生意 剧集中的罗根纵情和接待员啪啪啪 但是威廉并没有 而在电影中马丁和布莱恩分别同机器人度过了一夜春宵 值得注意的是 雨水之欢后的机器妓女阿莱特 眼睛突然睁大 冒着金属的寒光 似乎预示着不祥的事情正在发生 夜色越来越深 游客们进入梦乡的同时 工作人员悄悄来到小镇上 将死亡的机器人送回控制室检修 公园的秃头主管在巡视机器人的状况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身体内部的线路和元器件 秃头主管的分析会议上 他们发现机器人的故障率慢慢升高 似乎有某种电脑病毒在机器人之间传染 但是这只是一个理论 与会的其他科学家认为这只是常规的故障罢了 第二天一早 工作人员开启了公园的运作 游客们非常满意放纵欲望的体验 马丁一边唱着小曲一边洗澡 而另一边黑衣枪手找上门来 打断了正在刮胡子的布莱恩 马丁破门而入 开枪又一次打死了黑衣枪手 杀人之后的马丁被治安官投入了监狱 布莱恩安排伊尼安小姑娘给马丁送去早餐 实际上里面放置了炸药 爆炸声过后墙壁被炸开了大洞 马丁骑上准备好的马 布莱恩则打死了治安官 两人于是骑马扬长而去 在西部世界第一季中 黑衣人威廉则是用雪茄炸开了牢门 与赫克托一起越狱 在控制室这里 工作人员为中世纪乐园中的王后 加入了不忠的属性 而在乘坐飞行气垫船来到乐园时 那一对老夫妻游客中的丈夫 来到中世纪乐园成为了骑士 与这里的王后偷情 电影中没有出现过她的名字 我们叫她好色大叔好了 她的妻子则跑去了罗马世界纵情肉欲去了 中世纪这里的王后告诉情人 明天黑骑士将要回来和她决斗 而黑骑士的弱点是她的左眼 在另一边 银行家成为了小镇的治安官 不过她还是同样的笨拙 马丁和布莱恩在山谷中休息时 后者被一条响尾蛇咬伤 在第一季中 我们看到过福特博士 用声音控制响尾蛇的场景 在西部世界中我们知道 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机器或是接待员 秃头主管发现蛇攻击游客的事故 公园中所有生物都被设定禁止攻击游客 他们随后安排工作人员收回了这条蛇进行分析 不过奇怪的是 没有发现任何故障和异常 在会议上 科学家们决定不再接受新的游客 避免再次出现游客受伤的事故 中世纪乐园的狂欢晚宴上 归来的黑骑士虎视眈眈的看着好色大叔 同时马丁和布莱恩在妓女的酒馆 和机器人展开了一场西部片常见的酒吧斗殴 在西部片欢托的BGM中 所有人都乱成了一团 控制室里秃头主管在查看黑衣枪手 工作人员给他安装红外装置 并且提升了声音敏感度 在中世纪乐园这里 好色大叔准备勾引侍女达夫尼 结果作为机器人 达夫尼并没有按照程序和游客啪啪啪 反而给了好色大叔耳光 第二天一早 好色大叔穿戴好盔甲 准备吃完早餐和黑骑士决斗 控制室这里似乎隐隐有了异常 好色大叔拿起一根羊腿 就被黑骑士打断了 在王后面前开始了一场决斗 与以往不开一击的机器人不同 这一次好色大叔面对的黑骑士动了真格 他渐渐的体力不支败下阵来 即便在幕后监控的工作人员 试图关闭这些机器人和系统电源 但根本没有作用 黑骑士一箭刺死了好色大叔 而在马丁和布莱恩这里 刚从酒吧来到大街上 就遇到了早就等在此地的黑衣枪手 他俩一开始根本没当回事 甚至让黑衣枪手先开枪 结果布莱恩被两枪打死 看到同伴领了便当 马丁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赶紧撒腿跑路 控制室的工作人员此刻发现 他们失去了所有机器人的控制 乐园中的机器人开始大肆的互相残杀 不管对方是游客还是机器人 安装了红外视觉装置的黑衣枪手 一直起码紧跟马丁不放松 控制室中的工作人员发现 此时公园的主电网也出现了故障 通风系统停止了工作 而断电使得主控师的大门自动上锁 因此这些工作人员被困在了这里 房间中的含氧量不断下降 马丁在逃跑过程中遇到了修车的维修员 对方查看了马丁的手 确认他是人类 告诉他公园出现了大规模的故障 所有机器人都摆脱了控制 黑衣枪手是最出色的猎手 马丁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逃脱 除非用强酸破坏黑衣枪手的视觉系统 或者是用噪音干扰对方的声音系统 花音未落 维修员就被黑衣枪手开枪击毙 马丁沿着小河起码来到了罗马世界 这里遍地是机器人和游客的尸体 他打开一旁的井水盖 顺着梯子向下来到了控制室中 黑衣枪手紧跟其后 隔着大门的窗户 他看到主控室中的所有人 都因为缺氧而窒息身亡 监视器中马丁看到黑衣枪手的身影 对方利用自己的红外系统 跟踪马丁的脚印 也来到了地下的控制室中 在检修机器人的实验室中 马丁发现了桌子上的盐酸 而不远处 黑衣枪手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黑衣枪手的视觉系统 虽然加装了红外装置 但是似乎清晰度不高 马丁躺在工作台上 伪装成机器人 将农酸泼向了黑衣枪手 不过中招的黑衣枪手居然晓得 用水吸尸农酸 继续追寻自己的猎物 不过他的手枪因为电池耗尽 而无法使用 这里马丁伪装成机器人的情节 对照剧集的相关内容 应该是第一季最后一季中 赫克托和蛇女为了迷惑公务员的QA安保 也同样站在接待员的方阵里 马丁穿过走廊来到了中世纪的乐园 发现了这里不忠的皇后和黑骑士 这两个机器人也因为电池耗尽 而停止了运作 在黑衣人的视角中 他依然可以根据红外系统 来判断马丁的位置 但是马丁聪明的站在火把旁边 这让黑衣枪手瞬间懵逼 不过马丁不小心发出了声音 对方向他猛的扑过来 马丁用手中的火把将对方点燃 大难不死的马丁 发现了被困在地牢的侍女达夫尼 他好心的救下他 并且想给他喝水 结果反而导致了达夫尼被毁 转过脸来 黑衣枪手又不声不响的来到马丁身边 不过这次只是回光反照 黑衣枪手摔下台阶 面部彻底毁坏 露出了大脑中的原件 身体随后爆裂起火 逃过一间的马丁 瘫倒在台阶上 耳边回想起戴洛斯公司的广告 电影在欢托的西部音乐中告一段落 1973年的电影西部世界 曾经在1989年被引进内地放映 片名是《血洗乐园》 这部电影是克莱顿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也是第一部使用数字特效处理的电影 采用了像素化的摄影技术 来模拟机器人的第一视角 在系列科幻电影《终结者》中 周掌施瓦辛格最早饰演的T800机器人 借鉴了这部影片中 由伯莲娜扮演的黑衣枪手的形象 而这一形象是由伯莲娜效仿自己的另外一部西部片《豪勇七蛟龙》中的角色 在西部世界第一季中 伯纳德曾经前往梅萨控制中心的地下室 在镜头闪过的墙角 隐约站着的可能就是黑衣枪手 本片中另外一名角色布莱恩 长相酷斯·克里斯蒂安·贝尔 而这名演员名叫詹姆斯·布洛林 是乔什·布洛林的老爹 乔什·布洛林这个夏天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恐怕就是扮演复仇者联盟三中的灭霸萨诺斯了 很显然西部世界这部老板电影的故事内核 同电影《猪勇纪公园》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高科技游乐园出现系统故障 失去电力使得公园彻底瘫痪 从而给游客带来巨大的灾难 和众多的科幻电影一样告诫人类 自作聪明滥用科技带来的后果恐怕是毁灭性的 好了以上就是电影西部世界的相关内容 下一期我们将解读它的续集《未来世界》 欢迎关注并订阅我的频道 喜欢的话请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